随着宦官一声悠长的呼吓,新皇帝赵旭带着文武百官排队走进了大清典,每个人都怀抱后半,神情肃穆,在大巢符的包裹下,仪态惶惶如甘城之巨也。 皇后曹氏带着墓离来到了皇帝的床塔后面,她看到了拦了眼中仇恨的目光,却潸然泪吓道。 妹妹,真的要追随陛下而去吗? 声音七晚而动情,赵旭吃了一惊,连忙拉着母亲的手哭号道。 父亲要走了,母亲要离开孩儿吗? 兰兰见儿子伤心欲绝的模样,心中不忍,看看皇帝,发现他依旧笑眯眯地看着自己,没有任何要松口的打算,只好轻轻地用着照须道。 我的孩儿已经长大了,该自己去保护自己了,母亲不能继续陪你,你莫要怨恨。 你父皇走后,我活在这世上,已经了无胜去,一起走,路上还能有个伴儿。 我儿一定要记住,娶妻子的时候,一定要娶嫌,万万莫要看错了。 那些漂亮的,聪慧的女子,她都不会去关心人,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已经付出了色相,得到什么东西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 欲望这种东西,会在心里深根发芽,从小树苗,最后长成大树,树长得越大,危害就越深。 我儿,一定要记住,莫要被那些女子蛊惑了,哪怕是从你嘴里说出最糟糕的话来,也比被别人操纵着说出的话,重要一万倍。 赵真,一面和自己指定的顾命大臣庞吉,含其说话,一面注意着淑妃母子的谈话,听淑妃把话说得恳切,她眼中得意的光芒就越发地掩饰不住。 若无其事地扫视了一眼大殿角落里燃烧的一炷箱,见那炷箱已经快要燃烧殆尽了,长叹一声对庞吉道。 唉,来说的,已经说完了,你们,可守本心即可。 朕在天上,看着你们呢,你们。 赵真一句话尚未说完,眼前顿时已黑,她努力地想把眼睛睁得大一些,好看清面前的一切。 这些终究竟是徒劳,疲惫潮水一般的淹没过来,熄灭了心头最后的一丝灵质。 书妃眼神迷离,不过她好歹看到了皇帝已经死去了,看到了太子的惊慌,群臣的挠哭,以及皇后脸上那一丝阴沉的笑意。 葛秋烟站在云庭的身边,用一只胳膊还着她。 陆清莹早就说过,只要宫里面有不对劲的事情发生,她和家将们只需要护卫着云庭杀出来就好。 至于别人死不死的,和云甲无关。 皇宫里面从来都不是什么安生地方,天知道会出现什么奇葩的事情。 不站队,不投靠任何一方,这是云家的立身之本。 云庭总想扒拉开那些高大的塔顿去看外面的世界,总是被葛秋烟蛮横地拉回来。 云甲家将们用塔顿构建了一块相对安全的区域,这在大庆殿前面非常醒目。 能够进入大庆殿的官员毕竟是少数,其余的官员似乎也感受到了皇宫中阴瑟瑟的气氛。 有些羡慕地瞅着云甲家将构成的坚固顿阵,敢在皇宫中保有武器的人家,满大宋似乎就只有云家。 就在大家心中七上八下的时候,一群大臣从大庆殿里出来了,一个个神情慌张,皇后亲手点燃了大庆殿聚顶中的干柴,熊熊的火焰窜出来之后,紧接着一股黑色的浓烟就笔直地升上了天空。 陛下,甲崩了! 浓烟刚刚升起,东京城中中古大座,很快大象国寺那座万鱼金钟的剧钟也响了起来,于是天下高速。 葛秋烟忙着从马包里掏出一块白布,三两下就给云庭披在了身上,自己没资格为皇帝披笑,弄了一朵白花插在头发上,其余的家将们也各自弄了一块白布顶在头上。 至于那些官员们的速度,那就更是快捷。 等葛秋烟给云庭弄好了笑衣,整座大殿已经是白茫茫一片了。 向四方边塞通知皇帝死亡的狼烟点燃了。 云庭张着嘴巴猜想爹爹到底需要多久才能知道皇帝已经死了。 如果自己聪明一些,是不是也能利用烽火来传递家书? 就像爹爹总会给娘亲用数字写一些看不懂的信。 新皇帝的齐帆立起来了,云庭依旧张着嘴巴在思考,自己今后还有没有奏那个穿着怪衣服的家伙? 貌似不能了,他身边的人很多,比家里的家匠还要多。 庞家爷爷竟然跪在地上一本正经地朝那个混蛋禀告事情。 那种莫名其妙的恭敬,云庭只看到别人对爹爹那样,既然庞爷爷都跪在地上了,爹爹回来之后,是不是也要跪拜? 想到这里,云庭就深恨自己的力气不够大,昨天没有抓住最后的机会好好地揍他一顿。 不过,他妈妈死了,刚才还好好的,屁大点工夫就死了,这家伙实在是太可怜了,转眼间爹妈都死光了,不知道他的皇后后妈会不会揍他,不给他饭吃。 想到这里,他就回头抽抽自家的小妈,小妈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,两只耳朵竖得老高,看样子是在偷听旁边那些官员的悄悄话,只要看他不断抽出的面颊,就知道小妈想要和人说话的念头已经快要压制不住了。 小妈,跪来跪去的烦死了,不如我们现在就回家吧。 来的时候母亲交代过,今天的场合里自己说的话才算数,小妈不能张嘴说话,一旦张嘴说话,会被所有人嫌弃的。 天儿乖啊,再忍一会儿,瞅瞅会不会有新的事情发生,今天的热闹会非常多的。 你看啊,你看,太妃出来了,指着皇后在骂呢,就是听不清骂的是什么,你爹爹在就好了,那样的话咱们家的位置就在第一排了,一定能听清博太妃在骂什么。 小妈,我有我爹爹的玉龟可以去前面的。 不成,你娘说了,不许我们往人群里钻,要是乱起来了,那些没胆鬼说不定一窝蜂的乱跑,会踩伤你的。 云亭瞅瞅大庆殿顶上竖起来的一杆巨大的招魂帆,兴奋得道。 铁毛当气干,他们不怕被离劈吗? 葛秋烟一把抱住云亭捂住他的小嘴,四下里瞅瞅,发现自己身边只有家里的家将,这才松了口气。 小祖宗的话,要是被有心人听了去,还不知道会演绎成什么样子。 不过,这话可是大实话,夫君不让家里的将军在头上插很高的簪英,说这样容易招雷劈,皇家却把长毛插在那么高的地方,按照夫君的原话,这就是在找着被雷劈啊。 早上日出的时候出了朝霞,这是下雨的征兆。 四月里,经者早就过了,开封城早就打过雷了,雷公还劈死了几棵成了经的老槐树。 日头引入了云层,云亭的肚子咕噜噜地响,早上什么都没吃,就被老娘从家里踢出来了,说是保护太子回宫,还说这是难得的功劳。 小妈,我饿了。 我也饿。 你出来的时候怎么不拿吃呢? 谁知道皇家会不停地死人呢? 现在要祭奠淑妃。 亭儿,你再去跪拜两下,我们就回家吃饭。 云亭吞了一口口水,董事地点点头道。 不回家吃饭,完事了,我们去马兴街,吃嫩豆腐和肉饼。 在他们母子小声讨讨论去哪里吃饭的时候,邹童沙哑的嗓音响起。 陛下冰天了,共祝陛下,龙玉九天。 邹童河国之后,所有的宦官,朝臣一起跪在地上,手里捧着三炷香,插在自己面前的香炉里头,跟着嘶声大喊。 香炉是要拿回家里继续供奉的,据说要连续不断地上香三年。 赵旭已经哭得没了力气,被两位宦官搀扶着走进了大殿,亲眼看着自己的爹娘一起入关。 这是老皇帝临死前特意交代的,他死之后不举行国丧,太子守校九日之后,遍及临朝。 朝臣守校九日之后,即刻举行太子的登基大典,打送所有臣民守校九日之后,便可随意驾去。 出征在外的大军,挨到三日之后,便可重启刀兵,燕云便是皇帝最好的祭品。 山灵史庞吉已经奔赴拱县,要主持人宗体天法道,积功全德神文圣武,锐哲鸣孝皇帝的风土礼仪。 朝中大事暂时由淑密史韩琪参之正事欧阳修主持。 从头到尾,皇帝的遗址里面都没有提到曹皇后,只说皇帝的起居将由伯太妃主持。 看完皇家的葬礼,云廷就在百官怒事之下,带着家将离开了皇宫。 他已经饿坏了,哪里还能够继续忍着饿,像那些官员一样,依旧留在原地,为皇帝送冗长的太乙救苦救难天尊超度经,或者地藏菩萨本愿经。 被葬礼拖着吟送了一片心惊,已经是云廷能忍耐的极限了。 就在云廷刚刚走出皇宫的时候,金鸣池方向忽然传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,紧接着一股粗大的浓烟,就从紧靠金鸣池的地方渗了起来。 赵燕年的脸色很差,眼睛都是红的,他的战马紧贴着云廷的战马身边,就窜了过去。 马朔的尾部还刮了一下云廷坐骑的耳朵,战马稀溜溜地叫了一嗓子,就跟着赵燕年一起顺着皇宫的围墙跑了下去。 葛秋燕大吃一惊,赶紧拍马追赶,刚刚得到坐骑的云辅家将也跟着跑了下去,战马根本就勒不住。 云廷今天骑的是自己的早红马,这是一匹刚刚开始发情等待配种的公马。 可能是闻到了新军骑士胯下的母马的味道,不管云廷怎么想让他站住,那战马依旧混在骑兵群里,浩浩荡荡地向前狂奔。 西水门就在眼前,赵燕年阴郁地瞅着千金闸已经落下来的西水门,看看遍地的砖瓦,咬着牙问那些狼狈的官兵。 要你们捉的人哪里去了? 一个脑门上还在鼓鼓冒血的偏降头。 卑职等人才围住了小西巷,巷子最里面的一伙人家就发生了爆炸,巷子里的居民狼本使兔,卑职等人根本就拦不住啊。 赵燕年脸上的面皮抽筋的厉害,苍狼一声长刀出鞘,一道寒光闪过,天降的头颅就掉落在地,只有尸体依旧站立在地上,随着脖腔里喷涌出大量的鲜血,这才扑倒在地上。 按照户籍给我找,把小西巷子里的所有人口都给我找到,少一个就拿你们的脑袋来捕。 下手极狠,命令也吓得冷酷无比,他却从布下脸上看到一丝笑意,回头才发现一个小小的人儿坐在马上, 他胯下的那匹早红马正在饶有兴趣地袖着自己战马的屁股,还不时地叫唤一声。 云婷他自然是认识的,在满脸通红的葛秋烟正在努力地要把早红马拉走,随公手道。 雅内和二夫人因何在此? 云婷大怒道。 还不是你的那匹战马,把我的小红马给勾引过来了,赶紧把你的马杀掉,少爷往后走人。 赵延年挤出一丝笑容道,骑兵杀战马可不成。 云婷指着地上的死尸道,不杀马,为何杀自己人? 我爹爹说过,杀自己人立威是最蠢的事情,除了让自己的部下害怕之外,什么屁用都不顶。 难道你想上了战场之后,挨冷剑吗? 赵延年听云婷这么说,反而不着急了,坐在马上笑道。 势敌从全尔,亚内受大将军熏陶,不会不知道军法如山吧? 云婷摇摇头道。 我爹爹说过,在军中杀自己人,下令的必须是主将,权衡执行的却该是军法官。 你是主将,不是军法官,所以你没有权利砍掉这人的脑袋。 我爹爹还说,军法对主将的约束,要远远多于对军族的约束。 杀人是一种军法行为,而不能是一种个人行为。 赵延年摇摇头道。 亚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,等你长大了之后,就会明白我这样做,有不得已的原因。 云婷鄙一地撇了撇嘴。 都是拿这句话来搪塞人,大人就没有什么好人,懒得关你们的破事了,我要走了,把你的战马弄开。 赵延年微微一笑,并不发怒,只是勒着战马转了个圈子,小红马够不到母马的屁股了,被葛秋燕趁机牵着离开。 干活吧,这件差事是邹公公叫得下来,如果完不成,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有好日子过,紧心些。 变河之上,荡着一夜片周,片周里面只有两个人,一个白发渔夫,一位青袍胖子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常话。 老奴的后事已经安排好了,少爷不必为老奴担心,小溪巷子里的人只见过老奴,没人见过少爷。 只要老奴消失在人间,少爷就可以万事无忧了。 福伯啊,我已经安排好了,您还是去交纸过养老吧,那里有我们的人,在那里度过晚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少爷有心了,不过老奴还不想离家太远,既然生在开封,也当死在开封啊。 白发渔夫站起身,朝胖子拱了拱手,然后就一头扎进了变河水中,刚刚落水就衬托一般地沉了下去,很明显他的身上绑着重物的。 胖子缩回探出了半截的手臂,叹息了一声。 唉,为何要选择变河呢? 再走二十里就到黄河了,那里才是最合适的所在。 老子还是失败了,看样子啊,云征不参与的事情基本上没什么好结果,幸好老子做事谨慎,没把全家都压上去。 哥老子的,天知道赵真的命那么硬啊,他在床上这么多年还吃了那么多的铅,这几年算起来已经吃了一斤多铅了,还不能让他失去性命。 他的命怎么就这么硬啊? 难道说他真的有上天保佑? 胖子催达等了好一阵子,没看见老渔夫浮上水面,确定他已经死了之后,这才开始在偏州上发疯,胡乱地把船上的东西往外丢。 看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,催达随便收拾一下自己散乱的头发,苦笑了一声。 人生暂时不得已,明朝散发弄偏州。 难道说老子非要跟着云老大去海上吃鱼吗? 一声闷雷在汴河上乍响,催达刺着牙花子瞅瞅阴云密布的天空。 小心地来到小船后面,熟练地摇着船鲁,把小船驶进了一处鲁尾地,然后泼洒了灯油,准备把小船复制一去。 少爷现在没有什么后手可用了吧? 是不是想一个人逃顿呢? 老夫看见紧随我们的那艘船离开了。 怎么,看见老奴活着,您不惊讶? 崔达半点儿不惊讶地答道。 福伯,你在蜀中的时候就有水上飘的哑号,对于你没死这件事,我一点儿都不惊讶。 浑身湿淋淋的福伯握着一柄短刀站在不远的地方,看着崔达就像是看见了一只肥羊。 福伯黑黑笑道。 少爷,您这几年算是历练出来了。 与世不慌的本事啊,即便是老爷活着都不如你啊。 崔达转过身来,看着福伯笑道。 哈,我爹只是个小商人,而我是大宋最厉害的一个商骨。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这是必然的事情。 我只是好奇,你腰上保着十几钉银子,按理说那些钱足够你逍遥一生了。 为何不从此隐姓埋名,远走他乡,非要过来找我呢? 福伯甘笑一声。 老奴只是想要少爷怀里的胶子而已。 觉得有那些胶子,老奴可以多养几个异女啊。 崔达想都不想,就从怀里掏出个锦囊。 都在这里了,全是你的。 福伯呀,你是什么时候背叛我的? 半年前,我告诉了一位宦官,是谁要毒死皇帝。 不过少爷您不必惊慌,我没说您的名字,只说了一个澳洲人。 结果啊,您今天早上就听说淑妃娘娘也冰天了。 崔达咽了一口口水,尖色地说道。 为何不直接说我? 福伯得意地摆了摆手。 出卖了您啊,我只能得到一点点赏银,或者连一点点赏银都得不到。 如果把您控制在手里,只要您不断地在胶子上盖印,那老奴就能源源不断地得到银子了。 崔达摇摇摇头道。 你的计划很好啊,真的不错。 算准了书妃宁死,也不会出卖我这个对他儿子来说有大用处的人。 所以你只需要逼死书妃,就能把我逼到绝路上来为您所用了? 好计划,只是有个缺点,太贪心了。 生意人只拿走属于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礼,那些遥远的不可侧夺的礼,不应该伸手的。 我这次就犯了这个错误,没想到你也重蹈覆辙了。 福伯那张原本苍老的面颊忽然变得猙獰起来,咬着牙刀。 什么叫做贪婪? 你父亲当年和我一起合伙做生意,说好了我帮他十年,等他生意成了之后,他就会帮我开一家铺子。 十年? 十年间我和你父亲走南闯北,最后终于在成都站稳了脚跟了。 你父亲却说现在不是帮我开店铺的时候,他需要我再帮他十年。 结果,直到他死,我的店铺都没有影子。 他死之后,我只能看着你的生意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两岸。 即便是塞外绝语也有伤罪抵达,你的生意做得如此之大,你崔家的儿郎披荆挂银,住豪宅,用美借,锦衣玉石的时候,有没有想过你们享受的所有东西,都应该有我的一半呢? 老夫现在来拿,有何不妥啊? 崔达苦笑道,我爹是得疾病去世的,没来得及说你的事情,你就不能直接告诉我吗? 福伯欺然地摇摇头,那个时候,你的生意做得如日中天的,外面有云征这种人为你后援。 老夫如果张嘴讨要自己的那份钱,唯一的下场就是被你暗地里弄死,老夫就算告上官府,承诺府的官员上上下下都给你称雄刀地的,老夫,老夫有那个门路吗? 崔达点了点头。 确实,你如果要的不多,我会给你,如果你想要我一半家产,我确实会毫不犹豫地弄死你。 哈哈哈哈,现在没有这种忧虑了,老夫现在就要我该得的那一半。 崔达继续摇头道。 不行,我还是会弄死你,不管是谁想要我一半家产,我都会弄死他。 你一个养尊处优的少爷,在这种境遇下,你有本事弄死老夫吗?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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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崔达忽然笑了起来,指着福伯说道。 你跟了我这么些年,我真的是一位养尊处优的少爷吗? 如果没有独自面对你的本事,你以为我会让那艘船上的死士离开吗? 老子十五岁加入少年军,这些年哪一次不是游走在刀尖上? 你真的以为老子没有两手保命的本事? 崔达说着话就举起了一个带着一根管子的铁疙瘩,铁疙瘩上,痴痴地冒着青烟。 福伯笑道。 你加入少年军,一日都未曾操练过。 噗的一声响,铁疙瘩的管子里突然冒出大棚的火光,一股浓烟升起,崔达咳嗽着用袖子扇开了浓烟。 他的胖脸已经是漆黑一片了。 浮泼烂糟糟的身子破布一样倒在地上,整个胸口和头部都在往外冒血。 两只眼珠子没了,只剩下两只流着黑水的窟窿。 崔达揉揉自己被震得发麻的右手,反手就把手中的铁疙瘩丢进了便水,嘴里絮絮叨叨的。 什么破玩意儿,还不如手弩好用呢? 杀个人还要和他废话半天,还说什么手炮是天上地下最厉害的单钉武器? 埋怨完毕的崔达,把自己丢出去的东西全部收回来。 确认自己没有什么遗漏,这才把浮泼的尸体拖到船上。 看看阴郁的天空,一把火点燃了这艘舟,然后分开芦苇,艰难地向河岸走去。 亭儿,不能再吃了,你母亲在家里大概都等急了。 二娘,您吃的比我还多呢?现在想起了我娘的厉害了。 云婷非常不满地从椅子上站起来,随便指了指一破了刚出炉的肉饼,让店家赶紧趁热送家里去。 自己抹抹嘴巴,这才被葛秋妍拖着从肉饼铺子里走出来。 天知道堂堂侯爷家的崖内偏偏就喜欢吃什么肉饼。 往日最喜欢穿艳色衣服的陆青莹,如今一身悬涩,头发非常老实地挽起来,除了一枚银簪子之外,头面上不见首饰。 站在挂满白布的府门口,冷冷地瞅着微微缩缩的云婷和葛秋妍两人。 回到内宅之后,鲁青莹没有理会拿着肉饼往自己手里送的云婷,板着脸道。 要你们去送太子回宫,顺便参加一下皇帝的头日,谁允许你们跟着赵延年去溪水门呢? 葛秋妍小声地道。 这可不怪我和廷儿,是廷儿的战马不安分,主动去找赵延年的战马,怎么勒也勒不住,这才去的。 鲁青莹皱了一下眉毛,这些事情她不懂,知道惹事儿的一定是云婷,回头瞅着自己儿子孝顺地把肉饼往自己嘴上递,也就不好责备他们了。 放下手上的肉饼,叹息了一声道。 唉,现在是多事之秋,我们要谨守门户,关起门来过自家日子。 只要别人不找咱们家的错处啊,我就阿弥陀佛了。 葛秋妍道。 这是皇帝死了,关我们家何事啊,又不是我们把皇帝弄死的。 鲁青莹重重地在葛秋妍背上捶了一下。 在孩子面前,瞎说什么? 要是被孩子当笑话说出去,如何了得? 云婷撇着嘴道。 娘,我是傻子吗? 鲁青莹在云婷的脑门上点了一下。 我儿不是傻子,是呆子。 我为什么是呆子? 不是呆子,人家为什么能用一个凉了的肉饼换走你的玉佩? 这事儿就不能说。 对于云婷来说,五岁的时候遭遇骗子,对他来说是一生的痛楚。 而这个骗子竟然还是当今皇帝陛下。 每次太子到云家的时候,他之所以会发飙,主要原因就是太子拿肉饼骗他玉佩的旧事。 别人总是拿这件事来质疑他的智商。 瞅着大怒离去的儿子,鲁青莹苦笑了一声。 和皇家的纠葛呀,还是少些好。 这些年来,夫君总是不让我们太接近淑妃。 想不到今日应验了,淑妃到底丢了自己的性命。 葛秋妍警惕地四处瞅瞅,然后凑近陆青莹的耳边说道。 姐姐,你不知道啊,妾身送太子进皇宫的时候,淑妃还好端端站在大清殿的外面, 可是陛下召他进宫,结果在衣住香的功夫,就传出淑妃决议殉葬的说法。 等陛下召文武大臣进殿的时候,淑妃和陛下都已经快不成了。 鲁青莹斩钉截铁地道。 给陛下下毒的,一定是淑妃。 这件事,无论如何催打逃不掉干系。 夫君给我来的密信上说,催打可能就在京城,要我们,哪怕见到了,也要撞走不认识。 四月的草原最是耐看,满眼仿佛是漫无边际的绿坛。 迎着东方的一丝亮光,云征踩着柔软的草地向前走去。 顾不上露水打湿了鞋子,那一股沁人心脾的冰凉从脚背延伸到心里。 没有到过草原,你就不能明了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地现牛羊的那份辽阔和深远。 没有到过草原,你就不知道天穷压,云征擦肩的那份豪迈和洒脱。 站在天底下,脚踩着绿色的草坛,让人机遇隐行高歌。 不知名的小河,劈开了满眼的绿色,蜿蜒流向远方。 也只有这样,才能把浓得几乎划不开的绿色分成南北两岸。 到了草原上不喝酒,那就太遗憾了。 尤其在大军围绕之下,这天与地都仿佛成了自己的帐幕。 云征不但喝酒了,还高歌了一去。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,白云下面马儿跑,回东边儿乡四方,白鸟气飞翔。 一首歌还没有唱完,文艳博就学云正以前的样子胡乱鼓掌,拍得一点都不整齐,毫无美感可言。 曲子悠扬动听,就是词句直白了一些。 乃是夏里巴人之乐趣,非我阳春白雪之高雅呀。 如果放在后世,这样的人早就被在座的所有人用口水淹死了。 但是今天在座的诸位却奇奇地点头认可。 云征很想把王安石提拔上来的那个叫做段延修的家伙踢死。 明明大字不是一个,他竟然也在点头。 大将军提死一个偏将算不得什么,放屁太臭都是杀他的理由,不过云正不打算和他一般计较。 很早以前,王安石就盯上了来自龙系的汉将王韶,认为这个家伙将来会有大出息。 可是王韶在经过秦州大战之后,果断地投在了复辟的门下。 这让王安石一度非常的郁闷。 武将需要文官的支持,相对的文官也需要武将的后援。 这个现象一般只有官至参之正式之后才会出现。 王安石现在虽然不是参之正式,但是他曾经是参之正式的副手,自然知晓文官和武官之间的那点破事。 这次来西北,他其中之一的目的就是在军中为自己找到一个代言人,太聪明的人王安石不喜欢。 聪明人一般心思都多,所以出纰漏的地方也多,那些憨厚些的武将才是他的不二人选。